在国外就有很多人非常喜欢搞恶作剧,毕竟在他们看来经常搞一些恶作剧可以增加人们之间的互动,也因为如此很多外国人也早已戏为常,所以他们对于这件事情也都是见怪不怪。 但是也有些人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搞怪,这不在纽约的上空就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玩偶,会跟着发现的路人,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 实际上在很多地方有些人经常会利用一些恐怖玩偶来吓唬路边的人,而在纽约的上空出现了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玩偶, 只见一名女子在路上走着,突然之间一个白色的像幽灵一样的玩偶出现在她面前,看到这样的东西女子先是愣住了,然后随即转身走开, 那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这个玩偶就像是根屁虫一样,一直跟着这个女子,而面对这样的事情,女子吓得赶紧跑了起来, 而除了女子之外,这两名小伙也看到了这样的玩偶,而这个白色衣服的玩偶像是长了眼睛一样,只要发现她的人,她就会一直跟随他们,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 事实上人们也找到了这个幽灵玩偶的控制者,据说在这个玩偶白色的衣服下有个智能的机器,而男子就拿着遥控器一直在操控着她, 事实上像这样的事情在国外经常能够看到,对此不让小伙伴们有怎么看法呢?